港府统计处统计 香港年中人口下跌1.2% 其中居民进一出达8.9万人 还不止移民潮 据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17号召开会议 将讨论把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 一旦在香港实施 外国公司可能因为协助执行对中共的制裁 而被中国法院起诉 陷入两难的情况下 经济学家直言 恐怕有一半的在港外营会撤离 罗嘉聪表示 在美国和欧洲股市持续飙升下 只有香港市值无法回到高点 香港政府若再增加限制 只会影响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至于反制裁法 何时会通过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 目前未有本地立法工作的时间表 但已就本地立法的框架 进行初步讨论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义豪 张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